外媒称,特朗普当选总统两年后,近十年他所领导的几乎所有组织都受到了调查。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12月15月报道,特朗普的四人公司正在与民事诉讼作斗争。 这一诉讼正在山马白公司与外国公司的交易,对其事收的调查即将展开。 报道着,特朗普2016年的竞选,受到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米勒的调查,对俄罗斯干预选举的调查,已经令特朗普的竞选经历和数名顾问建罪。 特朗普的就职委员会受到米勒关于非法外国群主的调查,即将上任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计划明年对此展开进一步调查。 特朗普的慈善团体正被困,与和纽约州的诉讼中,纽约州指责该基金会一直从事非法活动。 报道称,越来越多的调查,正构成一连串法律的挑战,威胁主导了特朗普在白宫的第三年。 在几周内,民主党人将监管众议院,继续所有上述这些以及更多调查。 特朗普的最终结局仍不清楚,之前司法部的意见,是在任总统,不应得以联邦罪名起诉。 众议院民主党人,也许最终寻求谈劾特朗普。 但现在,把他解释似乎不太可能,只需要得到三分之二参议员的支持,而参议院是共和党人控制的。 报道注意到,随着坏消息滚滚而来,特朗普减少了公众日程安排。 一名书西特日程安排的人说,他近日比往常有更多时间待在办公关底。 另据美联社12月15日报道,调查现在涉及特朗普的白宫、竞选、过渡期、就职、慈善和生意, 对特朗普而言,政治、个人和嫉妒、私人的问题,现在都面临调查。 报道称,特朗普就任总统不到两年,他的商界伙伴、政治顾问和家庭成员都在接受调查。 他已顾负亲的业务也不例外,14日,内政部长瑞安金克,成为又一名在道德乌原笼罩下致之的内阁成员。 这一切,加上二十年来,首次针对总统特别顾问的调查,都悬在特朗普头上, 这导致他的下属面对各种指控特有罪答辩,同时把总统本人, 用特别检查官米勒的法律术语说是一号个人,最后是否将被指控犯罪留作悬念。 报道称,此次调查的规模之大,影响到特朗普的执政, 使人们的注意力不断从他的仪式日程上分散出去。 到目前为止,很多调查都由避免派行的联邦检察官和政府监督机构做出。 2019年,等到民主党控制众议院,以及相应的拥有传唤权, 调查物仪会加强。 报道注意到,虽然特朗普把这些调查,成为政治迫害而不予理睬, 但他活跃的推特,却不停暴露审查,多么让他劳心被审。 据说,他还看了数小时调查过程重要节点的电视报道。 南方卫理工会大学的政治学家、历史学家凯尔吉尔森说, 调查后费精力,分散注意力, 你根本无法领导,因为对手正在几例反对你。 报道称,现在几乎到了任职的中期, 特朗普正在艰难地力争对线核心的竞选诺言。 这一年终了,他从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, 可能麻不到那51美元的边境墙修建费。 他也没有预审2019年的立法重点。 就算他有预审,民主党掌控的新一届众议院, 恐怕也不会有多大动力, 帮助一位已经被调查削弱的总统在其竞选连任临近时获得加分。 报道称,或许,自克林顿以来, 没有哪位总统面临过如此大的调查压力。 报道认为,这种危险, 是在克朗普的党控制国会, 司法不开展至少三项独立刑事调查的背景下发生的。 这些调查包括拟了针对特朗普竞选与俄罗斯之间的私通, 妨碍司法或其他不正当行为, 涉及向克朗普所谓情人支付封口费的纽约的竞选资金案。 现在又加上纽约的一个案子, 涉及特朗普就职委员会的财务和经营, 以及是否有外国利益相关方提供非法钱款。 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周总检察长和主要与特朗普经营相关的设施吧, 开展了一系列诉讼和调查。 报道着,网好了说, 这些调查像英语一样笼罩着积极的经济消息, 网坏了说, 调查对特朗普的总统认知, 他的家庭和生意利益都构成威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